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随着尾声片的播出呢 现在月体侠和胡伟生也加入了我们胡耀小红梁手游的这么一个阵营里 官方这一次的活动呢,出的时间真的好长 难道是要放假了吗? 13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觉得我们是有充足的一个时间去攒这个因缘斗的 不过对于没打算课的小伙伴呢 可能是有一点遗憾 因为月体侠真的非常非常强 但是我们没关系 我们做满了13天的活动能免费领一只 只不过后边的身心会比较的困难 特别是月体侠他要升到二星之后 他的第四个技能才能解锁 他的术形态才能让他变得更加更加的强劲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月体侠的技能呢 我们可以在伙伴一栏里看一下 他首先有一个满月之力这个第四个技能 也就二星之后可以解锁的一个新技能 这个技能是在任意角色行动之后 自己生命如果低于50% 则会进入妖术的一个状态 回复自身30%的最大生命值 并且获取全新的技能 并且立即行动 真的是非常非常硬吧 就他如果你不小心群攻把他打到血量低于50%之后 他还能立即行动 同时还能复活所有死亡的友军 复活的血量虽然不高 但是他因为有自身有治疗的话 也是没有太大紧要的这个15%的生命值 他同时在自身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 会释放一次无消耗的满月之力 也就他会免死一回合 就有点类似于沙狐 那个沙狐之力 就是你打死之后 他会回一点血 就免死一回合 他的三个技能可以说每一个都非常的厉害 第一个是有概率的治疗一名友军 同时在妖术的状态下 他会对敌人进行三次弹射攻击 他的伤害是基于他生命上限的10% 所以说对他的生命上限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必要了 第二个技能是牺牲自己生命20% 治疗全对其他人的25%的血量 如果在竖形态下会牺牲20% 打对方全体25%的伤害 并驱散对方一层的增益效果 非常非常鹰霸的一个技能 输出伤害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的高的 三技能是一个大地祝福 友军回合开始的时候 如果血量低于90% 自身牺牲5%的一个生命 回复友军6%的血量 术形态下就不消耗自己的血量 去回复队友的血量 真的你这个不小心把队友打成残血了之后 真的月体侠在的情况下 你的队友想死都好难啊 我现在觉得月体侠如果配上 崔玉玲的话 真的很难很难被打掉了 这个简直是非常鹰霸的一个组合 可能崔玉玲的价格也会要瘫起来了吧 因为本身在商行里 他价格就不便宜 同时我们来看胡伟生 胡伟生的话 他是一个A级伙伴 A级伙伴的话 他当然就没有月体侠那么强烈了 但是单看他的这些技能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也非常符合漫画里 他稍微还算是有点实力的这个吧 不过在动漫里 他是因为有了月体侠的妖力 所以他也能释放月体侠的一些技能 目前呢 我也是追这个伟生片 追到了第二集 第三集只有个预告 目前看来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新的这个伟生片的 期待了很久 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而且胡伟生这个角色 我说实话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第一个他的技能 是一个单体攻击 90%的伤害 同时他有概率 降低目标10点速度 这个就很烦了 因为他升级了之后 不仅伤害提高 他降低速度的概率会增加 同时他还受效果命中加成 所以真的有很大概率 会降低对方的一个速度 二技能是一个七伤斧 单体攻击 250%的伤害 击退50% 是行动条 如果行动条清零 会让他眩晕一个回合 这是退条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单体退条技能 非常强劲 伤害也不错 三技能是敌人每次行动结束的时候 他可以获得8%行动条提升 插队专用的一个英雄 同时也符合官方对他的介绍 好了 说了那么多这个伙伴的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抽一下这个 越题侠看一下 能不能有机会抽出来 先来一次十连抽看看运气怎么样 黑虎娘娘 好像感觉现在觉得黑虎娘娘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给了我这个范云飞 拜托真的是不敢再遇到你了好吗 金人凤 颜如玉 绿尖纹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 哇塞这个抽卡的概率有点太低了吧 我感觉我这个非洲人的血统好像过了那么久 还是没有改善啊 我试一下单抽看一下 我好像点错了 点的是十连抽到了 这个越题侠 抽了四次十连吧 才出来 第五次十连才出来的 这个概率官方你真的是调的有点 太让人伤心了好吗 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来单抽一下吧 沙虎长老 沙虎长老真的是一个配合东方月初使用比较不错的一个伙伴 但现在商行的价格卖的我真的是买不起 穷了真的是买不起这些信物 我觉得我这个区商行的价格有点夸张 很多B卡有人卖200领域 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你卖那么贵会有人买吗 而且现在由于一些 大佬的视频说五熊猫和那个风亭云的一个作用比较大 所以导致现在我这个区 风亭云没有人卖了 五熊猫卖300 所以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他300的话 我何必去养一个B卡呢 即使五熊猫他的作用非常大 我觉得如果非要花300去买一个封印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不值得的 建议如果想养他的小伙伴 要不就自己慢慢攒他的一个卡片 也不用去刻意的去花钱去买他这个 商行里我目前现在主要是买一个鲜熊猫 我的鲜熊猫已经升到四星了 因为之前商行的鲜熊猫是五的一个领域 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被炒到20了 然后现在又降到15左右 然后我看大概15差不多我也就15的时候就买了 大哥这个概率有点太低了吧 出了月体侠之后感觉就什么都没有了呀 我再来一次十连吧 一连一连抽太慢了 我抽到狐尾生了 哇塞我超喜欢这个狐尾生的 但是只有一张能不能连来两张 拜托妖界尊者 看来还十连出货 我感觉 涂山红红 也挺不错 因为我打算正打算要养涂山红红 给我再来一个多点封印 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妖帝现在的输出开始有点乏力了 可能是我的心级不够高吧 还获得了一个王富贵 这个还是不错的 很赞 狐小费 最后三个我把它抽完吧 因为我现在还差一点 目前不够那个榜玉去买了 领域也没有 我在等明天的那个新月礼包 就可以拿到一点那个榜玉了 而且新月礼包送的那个宝箱 有可能会开出姻缘痘 这样我就基本上13天内 我应该是能够充满120抽了 这一次抽了有80多抽 82抽 出了我想要的一个月体侠 虽然出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 至少我想要的还是拿到了 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我比较喜欢的胡伟生也拿到了 这个让我很开心 是非常意外的一个结果 没想到 然后月体侠的话 看一下他的评分 攻击是S 我真的是和官方宣传的暴击奶一样 但是关键是你暴击率有点低了吧 而且他的防御生命都是A 这样的话他基本上对生命值的话 会稍微有一点困难 我们看一下胡伟生的评价 速度好快啊 速度是S 还算比较不错的速度 其他各方面都挺均衡的 很满意 我这个本身对胡伟生非常喜欢 这个我是一定会养的一个伙伴卡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展示了 我这一次82抽 不知道算不算很非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 我比第一次抽卡的时候 要稍微欧了那么一点点呢 我自己感觉是好很多 因为之前的抽卡实在是太脸黑了 至少今天的这82抽 我拿了两个S的伙伴 一个胡伟生 都是我非常想要的 这么三个伙伴英雄 这一次结果呢 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哈 但是可能对一些超级大欧的一些 小伙伴来说 可能没法十连两个S 还是差了一点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 那么也希望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呢 自己抽卡 也能抽到自己想要的月题下 或者是胡伟生 或者是一起都来 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